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的胶末颇多 很多干笔的唇擦 用笔的力度感较强 我们先从酒坛画起 画的时候线条不要过于流畅 用笔可墨为主 表现用笔啄的味道 可先起个大型 然后就是侧风不断地唇擦出酒坛的质感 整体的用笔较多 注意墨色不要太过于斑驳 总体来讲 这块并不复杂 画面图图很特别 有大量留白 右上四分之一全是留白 所以落款和印章起到了平衡整幅画面的效果 不可不符略 这也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一种购物的方式 正因为如此 我在录视频时只录了下半部分 最后 假的落款 欢迎大家给我的视频点赞 收藏转发 很大 吸引胸脏 画的时候可做适当的艺术夸张成立 比如贵鱼的鱼鳍部分 画的就像一根根的刺 以至于我同学说 这鱼像是全身长满的毛骨 身上的暗棕色黑色斑点 点的时候注意粗密大小 鱼和罐子也要注意大小的比拟 一大一小有所区分 用到的颜色只有褶石色一种 用胶单的颜色擦染 注意不要疼痛 反时 写酒与鱼 仁须知东 正知东不厚有赤壁 遂本 宁妖二三圣女 无欲谈言 披萌蓉 追颇老密室 而仁世纷扰 未有思悦 写此 鸟饮简秀 写酒与鱼 不自宋代搜寺的厚赤壁缝 这幅画的罗布兰大致意思说的就是 扣赤壁乎中 富有赤壁的形形 作者邀请了二三个粮瓣 带了酒鱼 想归役当年苏东坡议事 但是因人事纷扰 为人而愿 所以值得勉强笑笑记录下来 一个朽字 说明这正是陈思增的作品 陈思增 号朽道人 白堂 中国近代美术家 艺术教育家 陈思增 非有影响的文章 因此文人画之价值 对于何谓文人画 陈思增在文中写道 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 藏有文人之趣味 在画中考究艺术上的功能 必须于画外看出很多文人之感想 则知所谓文人画 陈思增归接文人画的四要素 一为人品 二为学问 三为财情 四为思想 据此四者来能完善 改艺术之微物 以人感人 以精神相应者也 由此感想 由此精神 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